现在已经逆春了 那么温度也开始慢慢的回升 很多花有就会做错这一件事 导致自己家里的兰花生长不良 那么这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急于将兰花移入室外 特别是北方地区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虽然已经逆春 温度看似有回升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春季 它的温度是变幻莫测的 特别是在开春的时候 非常容易出现倒春寒的情况 一旦到春寒 植物在本身温度适应的情况下 突然降温 对植物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很容易出现冻害影响生长 如果是已经长新芽的 那么新芽受冻也就无法正常的生长 也就无法发苗 所以我们在入春之后 大家也不要急于求成 最好就是等室外的雅虎环心温度 能够持续的达到15度以上 我们再把它移到室外雅虎 就非常合适了 当然如果是南方地区的话 现在就可以移到室外 因为这个时候的温度 也是非常适合它生长的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